歡迎收看新闻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為各位介紹 這裡加入的節目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退績少将利振傑 旺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碧榮 大家好 我們來看到 現在這個奧運已經進入尾聲 全世界非常關注 就是跳水這個項目 因為大陸在跳水 現在創下了這個紀錄 真的是非常厲害 金牌數已經超越美國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 目前巴黎奧運的獎牌榜 大陸現在已經有39面金牌 領先美國一面 但是總獎牌的部分 美國是領先大陸的 所以看起來 兩方競爭是非常激烈 但是現在金牌誰第一 目前還很難說 因為奧運只剩下 最後一天的賽程 現在奪金點在哪裡 大陸的舉重81公斤的李文文 以及美國的女排 將要對上義大利 還有女藍要對上法國 這幾個比賽目前還沒有開打 所以開打之後 獎牌數會不會有變動 目前還不得而知 不過我們看出來是 中美目前在獎牌數的競爭 真的是非常激烈 現在看得出來 包括哈佛的教授艾利森 他也說 中國不僅在奧運上 從無名小卒 變成美國的主要對手 也在經濟 科技 跟軍事的領域上快速崛起 堪稱美國全方位 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 也就是說反映出 全面崛起的情況 中國大陸除了跳水之外 大家看到的就是桌球 金牌全拿 但是私底下 其實中國跟日本的選手 其實大家都麻吉麻吉 關係非常好 中國平方球已經包辦了五金 包括像女團3比0擊敗 日本奪冠 但是這一次 因為第一場雙打的時候 日本辯證 中國陷入苦戰 最後3比2勝出 第二場單打 日本派出平野梅宇 對上的是孫隱莎 結果上市對下是落敗 但第三場單打之後 張本和美 浪一追三 結果最後 中國還是以3比0奪金 賽後 其實他們也賽出 像這樣的照片 看起來選手 真的還是不錯的 我們在看到 這次大家非常關注的焦點 就是場邊的一些花絮 有日本純愛戰神之稱的 日本全乒乓球隊長 石川家純 他要托 陳夢送東西給馬龍 看得出來他是馬龍的粉絲 他說他要拿各國的採訪的 各國的這個PIN 就是奧運的徽章 又單獨拿一個說 這個一個一個要是給馬龍的 那道路網友就說 其實他要託人家拿 其實只是言無當言 要送給馬龍 心裡知道就好 不用說出來 而且最後在因緣際會之下 石川家純終於見到馬龍 你看他看到馬龍的時候 就非常驚喜了 好像在看到偶像一樣 所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以下 中日的選手關係都還不錯 再來看到了就是 志田千陽這個羽球選手 當時他眨眼的這個動作 其實也電暈了很多男球迷 而他眨眼的這個對象是誰 現在傳出說是 中國的女將譚寧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日本的羽球選手 志田千陽 然後他也跟許多的 模仿很多的卡通人物 拍照 看得出來他跟中國的這些 羽球界的這些人士 關係真的是還不錯 所以像大陸網友就說了 說中日感情是兩大遺憾 馬龍跟石川家純 還有他跟志田千陽 看起來都是不錯的情況 現在看得出來 即便中國跟日本 政治上關係滿緊張 但是感情是滿深厚的 我們再看到 再談到印度情況 因為印度在這一次的奧運 一面金牌都難求 甚至他頭髮都剪了 抽血都試了 但是這位印度角力的名將 因為他操縱100克 被判施隔薪稅宣布退役 最後也因為這樣子無緣真金 印度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知道印度 一直很想偵辦各國的 各大的這種奧運賽事 但是大家很好奇 你看 看看塞納河 印度怎麼沒有好好利用 這種橫河訓練 印度不斷想申請奧運游泳 但是在河河 他真的不敢想像 如果印度申辦奧運成功 包括像摩托車雜技 可能都會列入比賽的項目 那印度人男子呢 他印度民眾 他當然也有話說 我們來聽聽看 他怎麼說 如果你看看 amount of money the Chinese are investing in their sports and if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is made available to Indian athletes in Indian sporting infrastructure then give India just five years and we'll be we'll be defeating the Chinese and taking the world by storm we have superior at least compared to China superior genetics but our leadership or our government simply doesn't have any interest in this the nation's image the national prestige all of that they simply don't care about it so what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it's tremendously disappointing we have so much potential but the potential is just squandered 當然印度人對自己 真的滿有信心 還喊出說要超越中國 話說先請教一下賓哥 賓哥怎麼看 現在歐運進入尾聲了 現在中美兩大國 在互相爭金牌 當然不到最後 誰也不知道 到底入死誰手 其實賽前就預估 中美的競爭會非常激烈 因為上一屆 一二名就是他們 這一屆還是一樣的狀況 大陸現在雖然暫時領先 可是是不是能夠笑到最後 還很難講 因為最後這一天 還有一些比賽 美國跟大陸都還是有 拿金牌的可能 但是我們如果撇開金牌不看 因為金牌雙方非常接近 可是你如果看到銀牌銅牌的話 你會發覺美國的運動 還是比較全面 講實在的話 他們拿的獎牌也比較多 它是傳統的體育大國 當然美國因為它有個優勢 就是世界上的精英人才 都會往它這邊流動 所以它也佔了 這樣一個先天優勢 可是我覺得除這兩個國家之外 大家沒有注意到澳洲也很驚人 澳洲的表現也非常優異 然後今年日本的表現也非常好 地主對法國當然也不遑多 到現在都還在前五 所以當然最後一天 是不是名次還會有變化 我們不知道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在體育這一塊 過去大家印象中 好像都是歐美 就是獨霸的狀況 現在慢慢已經被打破 現在亞洲人也有一席之地 一半一半對不對 日韓其實這次表現都還不差 我們台灣今年表現也算不錯 對 史上帝 所以我覺得就是 慢慢亞洲的這些國家也追上來 表示體育也是越來越多 國家重視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你說國家跟國家之間 可能會有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問題 或是彼此對立的問題 可是你看這次比賽 你會發覺到最後 其實運動員之間 彼此是沒什麼仇恨 是 大家都好像一家親的感覺 甚至你看林玉婷 林玉婷一開始賽前 不是被人家各種酸 然後還是比個X 比個什麼東西 後來大家還是擁抱在一起 沒錯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體育 給我們最可貴的東西 也是奧運的精神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不要分國界 不要分種族 然後大家能夠融合在一起 我們都是地球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覺得這種感覺才是正確的 所以你看這次 不管周日之間的運動員的互動 或是彼此之間有做一些 這樣子交換禮物 或什麼樣的方式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好 這樣子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很多事情 人類為什麼一定要用戰爭 來解決事情 為什麼不能大家錯下好好談 什麼事情是不能講的嗎 那當然我覺得 在場上的競竹是一回事 在場下的核氣還是非常重要 那印度這一次 當然到目前為止還是零精 那當然他們也期盼能夠突破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有困難 那印度傳統 就如剛剛那位YouTuber講的 他們傳統上就不太重視體育 不然的話 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 世界第一大人口 他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培育的話 他的體育成績絕對不會只是這樣 但是這位YouTuber 也講錯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說給他五年的時間 如果給中國一樣多的資金 他就可以壓過中國 甚至超越美國 我告訴你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是 這是絕對不可能會發生的事 用錢沒辦法打到 他要成就 對YouTuber會這樣講 就表示他是標準的大外行 那當然我覺得 你給印度人資源資金這些 慢慢的這些相關的資源 讓他留住之後 印度的體育一定會進步 我相信他未來表現會不錯 可是問題是 體育不是一朝一夕的東西 這是他非常非常長期的培養 我們剛剛講了 為什麼中國大陸在跳水 能夠獨霸這麼久 其實就是他傳統上訓練的問題 難道今天給印度資金 你五年之後你跳水 就能贏中國大陸嗎 我看沒有這麼容易的事 桌球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長期培養 一代一代慢慢慢慢培訓出來 把觀念 把一些技巧徹底改變之後 才能夠訓練出來的東西 所以體育絕對不會像 這個YouTuber講的 只是靠錢就可以解決 或是他認為他自己有種族上的優勢 那當然如果是比機車雜技的話 印度絕對世界第一 這個我們不用比 我已經公認你就是第一 是 好 請教立將軍 我們這次比賽來講的話 奧運比賽到現在為止的話 跟中國跟美國只差一面金牌 我特別要講 後續來講的話 美國還有三面金牌可以拿到 有機會拿到金牌 一個是女子自行車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女子排球 其實他目前來講的話 他是衛冕的 所以他實力也很強 但是這次義大利的女排也滿強的 所以說是這個時候還有得拚 有沒有機會拿到冠軍還有得拚 另外美國還有一個項目 有機會拿到冠軍 也是美國的 有76攻擊的摔跤比賽 這一項他們大概這三項 還有機會拿到冠軍 那這個中國隊來講的話 有一項有機會衝金的 他是什麼 是81公斤的舉重 這個項目來講的話 中國有機會拿到冠軍 所以我們看後續的比賽 希望說不管任何選手 都希望能夠正常演出 那這次奧運比賽 我看到現在好像有感到最痛心的 反而是我對日本隊的張本志和 感到很痛心 大話說太多了對不對 他實力真的是太強了 他真的是應該拿金牌的那種水準 結果居然到最後參加三項比賽 居然連一面銅牌都沒有拿到 我想說大家記得 第一次是男霜 男女混霜 第一手局就被淘汰了 第二場比賽他跟凡森東打 也是很有趣 五戰裡面他先贏了兩局 結果在第三局的時候 凡森東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換了一件球衣 換完球衣後連贏他三局 結果變成5比3贏 改運了 最後一場團體比賽的時候 男子團體比賽他同牌賽 那只是真同牌 他居然跟瑞典隊 他已經打到最後關鍵 他最後是9比8 他贏一球 結果沒想到被瑞典隊逆轉勝 連贏三球 結果他那時候 我記得他趴在地上 我那時候連我心裡 都感覺到很痛心 還好他妹妹替他爭了一面銀牌 好歹他們家的家族裡面 有拿到這一面金牌 我特別要說這個跳水 其實這個 中國對賽這跳水方面來講的話 確實是很強 你知道跳水從奧運開始 有跳水有八面金牌 有八項的比賽裡面 從2000年開始有跳水比賽 到現在第七屆有跳水比賽 七八 五十六 五十六面金牌 中國隊拿了四十六面金牌 也就是說這幾年 七屆的比賽裡面 幾乎中國包辦的 除了十面金牌沒有拿到 其他全部都是包辦 中國隊為什麼跳水會這麼強 其實他不只是說情訊苦練 我覺得他還有科技在裡面 我們看 這個經常看到大家很精態 尤其是玄彈宏他的水花沒收術 我們經常這樣講 這水花沒收術 它這個是有科學原理的 它就入水那一剎那間 它是怎麼樣 其實它不是沒有水花 對不對 它是把水花帶到水底下 用 我們都以為說是 我們一般都以為說 手應該伸直 尖尖的這樣下去 跟一個劍一樣 結果不是 它是平斬的 手入水的時候你仔細去看 它手是平斬的 平斬它怎麼樣 它是把水花帶到水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說是這個 中國大陸他們可以拿到 總共七階裡面 可以拿到46面金盤 除了它練習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科學原理 參雜在裡面 你知道跳水沒有那麼簡單 你從離開跳板 跳到一個高度 要空中要做翻轉 做各種動作 最後入水 那一剎那間 大概只有0.0幾秒的時間入水 你在這過程之中 其實沒走一步 所以在跳板上面沒走一步 那個距離都非常重要 如果說是你走距離 跳板的距離 差個兩三公分 那跳起來的高度 可能又不對了 尤其是雙人跳水 那高度還要跳得一致 這不只是說練習而已 真的是說 連一點點的誤差都沒有 雖然說短短的 大概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但是給我們看到的是 視覺上面很豐盛的一個饗宴 但是講到印度這個女子選手 我很佩服一個人 我反而很佩服 印度的總理莫迪 為什麼 他在第一時間 他就出聲幫他們的選手講話 他說差100公克 我們有沒有什麼補救的方式 他總理親自打電話到奧委會 當然這個比賽是公平的 你差100公克就是操縱對不對 雖然說他那時候把頭髮也剪掉 還去抽血 看可不可以抽出100公克的血 體重可以降薪100公克 最後還是沒有驗過 沒有驗過 可是讓我們覺得說是 一個國家總理願意為一個運動選手 的這種表現 爭取他出場比賽機會 親自打電話到奧委會 去講這件事情 讓我們感覺到非常感動 我就聯想到我們總統 這個 我們女子拳擊比賽對不對 對 到現在為止 收到這麼大的這種 我們總統什麼時候才講話 等到有機會增金牌的時候 你再出面說是 已經交代這個體委會 體育署去賽後來講的話 收集相關資料要去提告 那你為什麼不早講 全國所有我們全台灣所有民眾 都已經沸騰成這樣 認為說JK羅琳 對他的這種霸凌 影響到他比賽的心理 那時候我覺得你總統 那時候就應該出面 你不能等到人家 要增金牌的時候 你才開始出面講這些話 我覺得那個效果已經很差了 你知道我最佩服的 就是這些運動選手 他們能夠抵抗住 最後的心理壓力 卻像詹本智和一樣 他最後輸 我是覺得說他輸在 那種抗壓性比較差一點 心態對不對 最後得失心太重了 他最後那一球 每次到關鍵時刻他就輸球 那種是心理上的壓力 一場奧運會的比賽要增金牌 是夢寐以求的事情 那我們這個全球選手也是 在林玉婷也是一樣 那承受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最後在昨天晚上 果然不負眾人所望 多得金牌 我覺得是拳法 拳法 贏了魔法 是 贏了JK羅琳的 拳法贏了魔法 贏了這個哈利波特的魔法 所以他在這邊也很開心 說是林玉婷能夠為我們 再贈得一面金牌 是 好 請教劉碧隆教授 對 那麼奧運 大家看奧運的角度很多 你說看體育 或者你看場外的這些小故事 都非常多 我們從政治上來看好了 其實我看奧運 其實我們除了看運動精彩的比賽之外 其實我們看政治跟體育 到底有沒有干涉 是 政治干涉體育 體育干涉政治 或怎麼樣的影響 其實從三個點來看 第一個當然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新聞裡面 你看中日選手非常邁忌 表示體育是體育 在賽場上 其實很多時候 你不必把國家中間的恩怨帶進來了 所以就這點來看 從選手之間的交情來看 那是滿受人鼓舞的 可是你從另外一角度來看 你看哈利森講的話 他是講說 你看中國不僅在奧運上 從無名小卒變成主要選手 經濟上 就是競爭 其實你在各國在選金牌的排名上 難道沒有政治上的競爭嗎 有嘛 還是有嘛 還是有 所以中國大陸的一些網友 就講說美國輸不起 你看本來大家是比金牌數 結果你美國卻比金銀銅總數 那你去總數你的安排前面 那金牌數是我們中國的前面 可是如果看體育的表現來講的話 當然我覺得應該是看總數了 不可能是看金牌 金牌他非常受鼓舞 對總數來講 就是剛才寒冰所講的 美國還是個體育大國 但是中國絕對不可小覷 不是哈利森講的最近才冒出來 不是你看他的乒乓球 你看他的這個 我們講的跳水什麼 他老早就有一套傳統 有一套章法 我覺得這個你如果再講以前的話 你說不管是蘇聯時代或者東德 那麼這支共產國家裡面 他的這個體育的培養 常常也是非常優秀 他有一套做法 這支當然有一點國家的競爭 但是我覺得第三個更要看什麼呢 看法國 法國你看他的這個總數 他排總數 金銀銅總數是第三名 第三名法國人很鼓舞 你知道法國人就很振奮 馬克宏很高興 如果人家想說在當初 當初這個法國選舉 如果還記得的話 法國選舉不是在國會裡面 是分裂的嗎 懸當國會 沒有人有多數對不對 沒有人有多數 那左派聯盟 好不容易就是弄出來一個 我們可能推遲一當總理 馬克宏就是不認命 就不容易就等吧 等了嗎 等奧運之後 奧運大家很嗨 然後他們也說 這奔奧運是成功的 你看多少人看開幕 多少人開幕 然後整個嗨 整個嗨 現在法國有些人講說 是非常嗨 沒有錯 但是奧運結束之後 又要回歸常規 又要回到國會裡面的 那到底誰出來 所以又要回歸到政治 但是這個嗨 會對法國的政治 有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你還要看說 所謂奧運的體育經濟 到底帶來了多少收益 最後這账是怎麼算 這後面當然就法國來講 但還有一些正道 所以你可以看廠下的 廠外的人與人 個人之間交往 國家之間較勁 以及主辦國的一些得失 我覺得這也是三個 可以看的政治與體育的 一個切入點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